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加沙庭火决意草案 似乎为中东战场带来一线光明 但是这里光非常微弱 有可能跌多风就会将它吹息 而且最近这几天 全球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有所声音 隐藏着极大危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个国家 已经先后事实上允许乌克兰用它们原作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 战争规模和范围将会扩大 作为回应俄罗斯高调派遣四艘军舰 包括一艘核潜艇越过大洋 去到美国的后院加勒比海和古巴进行联合军演 很多媒体内这件事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 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挑衅 但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方面的反应都仅仅仅于密切跟踪 远远不够当年威胁打核战争那么激烈 给世人的印象 似乎不是看不起它 而是没力挽大它 俄罗斯还有一招宣布普京很快就会访问朝鲜和越南 肥仔金一早就说了朝鲜可以向俄罗斯提供炮弹的 越南抗美的时候曾经得到过苏联极大帮助 现在俄罗斯要收回报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普京仿朝鲜和乌克兰战士有关应该不用怎么怀疑 对此北约马上作出违认 说成员国已经谈调30日内就可以挣扎30万大军 还有美国和日本分别和乌克兰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帮拖帮都出面 拜登还拉着中国下水 说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武器 但是提供了军工技术等于军员俄罗斯 动势双方搬马搬到这样的程度有点得人惊 G7在意大利开封会取得共识 将冻结的俄罗斯3000亿美元资产所得的收益500亿美元 以美国贷款的形式援助乌克兰 这件事就说了很久了 金云就拨取 算是G7峰会的一大成就 俄罗斯早就预了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也都有所准备 俄罗斯被人冻结的资产 据说八成多都在欧洲作为报复 必然也都拿欧洲各国在俄罗斯的资产来开刀 一对冲 俄罗斯蒙受的损失当然会有 但是相信不会太大 问题是 G7国家有几个现政权都不是那么稳阵的 美国的拜登11月要跟特朗普决斗 胜算大约就得一辈 英国下月大选 保守党被人看死会输 现任首相桑纳克 落台就已经没什么原谅 欧洲议会选举极有势力大胜 搞得德国总理索尔茜面猛猛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逼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 局倒政治生命 加拿大总理特努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现在民望低落 前途不敢乐观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今后一年G7对全球的影响力必然大跌 对俄罗斯的伤害也会大大降低 尤其是欧洲 跟着美国犯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是在自己迫着要收缩力量 应对危机的同时 还要去挑战中国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征收临时反保贴税 这个就是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讯号 欧洲龙头国家德国和法国 不久前才跟中国龙情物意 转转头就抹脸 这种首鼠两端的领袖 反复无常四处竖敌 使得国家的信用破产 而且得罪了自己国家的汽车业界 这极有限 世人也更加清楚看到 西方政治精英的不堪 已经无能力统治世界了 等到中国解放台湾 美国无力干涉的时候 东风压到西风的态势 就不可逆转了 好 下一个话题 这段时间 榴莲好像有些对官家不利 伊朗总统和马拉维副总统先后 罪机遇难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总统拜登的儿子被判有罪 等等等等 这里单表南韩总统韵石瑜的夫人金建希 本来这位富家千金小姐 大韩民国的现任第一夫人 运气就并不算太矮 他收受名贵手袋的丑闻 刚刚才度过了一截 被反贪机构国民权益委员会裁定 他没有违法行为 终结调查 以为可以大捕捉过 谁不知 检测总长当日就说 检测机关会继续调查此案 即是说罪与非罪 还没有定论 反对了和港大国民 当然是逐着不会放的 金建希搞定了国民权益委员会 走过了一条线 还有一条线 就算最后检测总长这关都搞定了 按照韩国的先例 等他老公任务之后 牢獄之灾 看怕都多难避免 金建希收受名牌手袋的事 确作无意 他老公都认了 只不过是前后的讲法不同 先说是政治对手的抹黑手段 后说是老婆太过心愿 不够懒哭 没有断言拒绝人家送礼 令人违陷 还说两夫妻没有为这件事挨夹 连爱之情 日以而表 这个手袋会有什么后果 都是下回分解 另一个袋 即刻就令到金建希要忍受国民的炮轰 话说 就在国民权益委员会宣布的收受名牌手袋 并无不妥的同一日 云大统领两夫妻出访土库曼哈萨哈和乌兹别克三角 登基的时候第一夫人拿的是一个 有一个私妻买送用的白色购物袋 上面印着 在建塑膠袋 这样的字样 这下不妙了 国民骂声一片 假假地都是出国国事访问啊 姐姐 你这个这样的袋 置大韩民国的国家于何地呀 我估 金建希拿着个这样的购物袋出国 大抵出于两种考虑 第一 出心是好的 环保是现今世界潮流 够了时髦 我率先谁犯 显示我大韩民国就是地球环保先锋 第二 出于斗戏 你们说我收名牌手袋是贪腐的嘛 那我就玩个购物袋出着国事场合 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是自觉 无非是平衡量的字而已 就是中国先节讲的中容 不要走极端 是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智慧 收人家的手袋 是极端深远 不收是极端冷酷 都是极端 而中容的做法应该是远距 或者是收了给钱 贵为总统夫人 这样都不懂就是死蠢 而拿着购物袋去各事访问 估论你好心还是恶意 都是走极端 更加死蠢 偏向各格不说明贵手袋和购物袋 反差之大 反差之大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做假骚 就是发贵了 本来就身有事 你还放死不够臭 是都要扬出来 受性供吊颈 而不命长吗 各事访问 选手袋 金简器本来可以有很多合理的选择 找个自己用开的 又可以 立刻去街边地摊买个移乌货 又可以 甚至向姐妹临时借个都可以 不过我觉得他最好 都还是用回这次为他惹来一身矮的那个 只要在上面贴张纸 写八个字 此袋无辜 不用眨晒 那就是两全其微了 既然手袋已经证明是清白的 又大大方方拿出来用 不用思思叔叔 刻意避炎 既塞着油油纵口 又清洗了自己的冤屈 还不会寒寒寒酸有失觉 你说多好呢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讲 多谢大家